你好,欢迎来到新澳洲生活,我是Amy 你们知道吗,全球最大的死亡杀手首位是什么疾病吗?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第二位才是癌症 这些疾病都是跟血管病变有关 比如说动脉硬化、心肌梗塞、脑溢血、山膏、脂肪肝等等 因为关注健康养生 所以我每天观看各种养生视频节目 收集了各种真实、真人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 这些节目都是请了国医大师和著名医学博士教授 讲授的保健知识 真是受益匪浅 但那么多视频大家可能不一定每期都能看到 也会错过 那么我就把我看到的养生保健知识归纳总结出来 用最简约易懂易计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位国医大师说 要想长寿血管一定要干净 我看到真实发生的高度脂肪病例 通过吃了一种食物 不但清除了脂肪肝的脂肪 而且还清除了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 得以恢复健康 让血管干净了 那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那就是一种平时人们都常吃的大豆 大豆含有天然的软磷子 是血管的清道敷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大豆制品也是很丰富的 比如说豆浆、豆腐等各种豆制品 今天我就分享一道豆制品 素食豆腐加紫菜做成的一道美食 紫菜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B族 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C 各种矿物质 特别是含有丰富的长寿矿物质C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铁 补铁、补血、善于的功效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视频吧 首席的食材就是 蘑菇、小米椒、还有大蒜 还有一些小青葱 把这些料把它切碎 如果觉得小米椒太辣 也可以换菜椒 把它切成丁 把所有的食材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好,水开后 然后把豆腐放进去 把它煮开 放一茶匙的盐 放盐水里面把它煮熟 盖上锅盖 水开后煮大约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这个已经是煮好的豆腐 备用 把它切成小块 冷炸的橄榄油 一汤匙 放蒜蓉 放小米椒 翻炒均匀 加入蘑菇一起翻炒 加入紫菜 紫菜 紫菜有一种特殊的鲜味 就不需要再加鸡精了 好,放上香葱 将刚才做好的紫菜淋上去 好,最后淋上麻油 好,一道香喷喷的 紫菜豆腐汤就这样做好了 营养而又非常简单吧 好,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您观看到最后收获也最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